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0日 今天刚刚收到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 这次通话是有点令人意外 看看中方和美方各自如何表述的 中国这一方面新华社报道 首先是体现习近平的重要性 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9月10日上午 英约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英约 这个意思是拜登先要求通电话 习近平更显得伟大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 不清楚 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 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这是新华社的报道 第一句话 看看美国之音怎么报道 美国之音说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月9号晚上进行 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 上次通话是7月以前 白宫表示 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 冲突进行了讨论 这是第一句话 没讲是随约随 拜登不太在乎这事 是我先打电话给你 还是你先打电话给我 无所谓 关键是什么 谈什么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的 白宫资深官员说 美国愿意与中国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 但中国总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应付 该官员说 在与普世民主价值相关的香港 西藏新疆及台湾议题上 虽然中国认为美国在干涉其内政 但拜登政府不会退让 你看美国之音这样讲的 但是你看 新华社怎么说呢 习近平首先就巨风挨打 造成美国多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向拜登和美国人民表示慰问 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看来习近平先生 这一次通话显得有点懂事了 首先是对美国这个巨风自然灾害 表达了关切 就像上一次 希尔曼到天津 也是对天津 对这些河南发生的洪灾 首先表示了泪问 非常可惜 那时候王一一号 还是当时的接待他的官员 其他官员 外交部副部长 这些人显得有点就像战狼一样 哆哆逼人 看来这次习近平多少接触点经验教训 那么你再看看美国之音怎么讲的 根据白宫周四晚间发布的通讯记录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进行了广泛而且策略性的讨论 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不公的接触 拜登总统清楚表明 美国持续努力 而且负责任地处理中美之间的竞争 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长期关注 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两国必须确保竞争 不会演变成冲突 现在已经清楚了 就是说他这个拜登打电话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这个南海 现在台海的局势比较紧张 尤其是南海啊 现在这个很多国家啊 军舰都过来 包括英国的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号 是不是啊 刚刚停靠日本 也在南中国海啊 那么美国更不用讲了啊 而且现在有传说是9月3号 这个习近平原本本为对台湾啊 采取一些大的动作 但是忽然间有几个不吉利的这个正招啊 一个是北京突然间飞了一只黑天鹅 过来的啊 听说黑天鹅如此处置这个事 还要请示这个中央 这个习近平办公室啊 习近平亲自下令处理 这个原本想要这个白天鹅自己飞走 它不走 黑天鹅 让它飞走 它不会飞走 怎么办 只好把它 由动物啊 这个 由这个 动物保护方面的组织的人员 把它处理 估计也是送到动物园去了吧 那么这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啊 很不吉利啊 另外 第二是这个革命的圣地延安啊 作为共产党基础的 养育了共产党的窑洞 延安窑洞 忽然间坍塌 说习近平一头汗 还有毛泽东纪念堂啊 说四个大灯啊 忽然间坠落了 这是郭文贵披露的啊 前两个事实已经证明了啊 后一个这个还未加证实 说这件事造成习近平收回了这个啊 要搞乱台湾的这个举动了 这个就算是没有这个故事吧 但是不要忘了南海这个局势确实是剑拔弄章啊 所以拜登希望竞争 军事演习训练 不要马上演演变成战争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周四下午啊 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在拜席通话前对记者说 过去一段时间 拜登政府透过多种多种渠道 与中国官员接触 愿意呢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 但很不幸他们不愿意进行实际的对话 其以宣传式的官养文章回应啊 该官员说 拜登的目的是要看看 与习近平做个人接触 是否让两国关系走上更严肃的道路 并帮助推动双方可以合作的问题 我感觉到拜登自从这个溯源报告出来之后呢 态度的确是转变了很多啊 也就他认为 即使来自批词实验室 也是习近平无意泄露的 无意泄露就等于习近平低能吧 是吧 工作的失误 但是习近平浩大的喜功啊 这个表面上还是硬肠啊 坚决不承认 不承认有任何问题啊 还有全世界都来感谢他防疫取得的重大胜利 也就拜登也很恼火啊 但是拜登刚从阿富汗脱身啊 这个阿富汗这个20年的这个经历啊 使拜登感到心累啊 美国也不愿意卷入战争 这是肯定的 但是又对中共这种啊这个破坏国际秩序 特别是南海这个啊 这个关于南海自由这个航行这个问题 还有台湾的问题 香港问题啊 新疆的问题 美国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啊 所以双方之间冷然呢 有这个擦枪周火的可能性啊 所以呢 拜登这次电话是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啊 就是要打开一个 就双方能够沟通的这样一个管道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 拜登政府能在对其整体中国政策进行审议 包括如何处理川普政府 针对假设3000亿美元的进口 自中国的商品所增加的关税 就此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呢 拜登政府将继续对中国 不公平而强制性的贸易行为 表达关切 并会采取措施 但未提关税去留问题 也就是师傅取消关税是最关键 没提 直字没提啊 非常清楚 白宫官员批评中国将跨国和双边事务联系起来 实际上是以气候变化等领域任何进展 想要挟 同时要求对方 要求做出不相关的账簿 这方面的分歧在上周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 克里与中国外长王仪会见时 已经有明显的表现 王仪当时说 气候变化的合作 不能脱离两国关系的大环境 也就是说上一次这个王仪是把传达习近平的意见是把这个气候和这个人权 新疆台湾香港这些事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不能谴责我 我就会谈天气 就这个意思啊 双方是僵持不下 那么拜登认为呢 美中关系 此前正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激烈的竞争 并相信必要 必须要设下界限和护栏 就是和习近平商量 有一个底牌 就是一个底线 并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 避免竞争失控 就双方有一个最高的途径啊 能沟通 不至于互相开战 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该官员说 几次较低层次的官员接触 却未带来离美国满意的成果 他说中国正扮演着一个不负责任的角色 所做所为都是设计用来对外宣传 的确最近中共这个官媒 每天都在大肆诋毁美国 讲了很多不理性的话 甚至忽别乱造了很多 关于这个病毒来自于美国 这个德克里克堡的虚假的信息 那么拜登认为啊 美中关系主导框架 就是承认双方竞争 就双方肯定是竞争 不会像过去合作 并且为竞争设下游戏规则 但是竞争也有规则 就是我们不能越线啊 过去美中关系只有两极路线 如果不是与中国接触 就是与中国对抗 拜登认为美中是合作与竞争并存 双方有旗舰 也有能够合作的议题 就比如说伊朗的问题 朝鲜的问题 气候变化等议题 双方都有持续讨论 据中国官方媒体啊 央视报道 习近平将问题 归咎于美方 报道说习近平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 遭受严重困难 我看到新华社今天 第一次是这样讲的啊 他讲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中美关系啊 说是中美自1971年 双边关系破病以来 携手合作 给各国带来实在的好处 当前国际形势面临很多难题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 肩负大担当 坚持向前走向前看 拿出战略 胆略和政治魄力 推动中美关系 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政权 轨道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啊 这是习近平主持下的媒体的一个 这个虚假的宣传啊 讲的是很好 实际上并非如此啊 看看还是看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比较靠谱啊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 说是拜登拜习二次通话 是否讨论了香港问题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等议题 尤其港府周三才又 抓捕了几位支联会的民主人士 香港正在进行大的动作啊 寻思妄法 抓的人越来越多啊 把这个支联会啊 原来司徒华生前主导的啊 支联会成员抓了好几个 说是这一次他们谈话 谈到了这个台湾问题 资深官员表示 这些都是中国很关注 也为美国在干涉内政的议题 不过正如拜登总统二月时 与习近平首次通话当中 已提到普世民主价值 尊重人权等 拜登总统这次也会清楚说明 美国坚守的这些价值 并且不会退让 也就是他们拜习这次谈话 设计香港啊 西藏新疆问题啊 没有共识啊 那么拜登总统多次说过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即可增强实力 以应对中国带着挑战 美国资金记者询问 这是否代表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努力跟投资 并将军力派往该地区 你看这个官员怎么回答美国之意呢啊 他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全球军力部署审议 必须等到国防部商议结束后再下结论 不过本届政府认为 必须应对今日与明日的挑战 而拜登总统确实放眼印太地区 而且认为中国带着挑战正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也就是他把这个兵力啊 压到印太不会改变 至于年底的民主分会是否邀请台湾 资深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有可宣布的规划 也就他们俩这次谈话没谈到这个事啊 也没有决定 之前曾有报道说拜登与习近平 或在10月底在罗马举办的G团腿 也就G20领袖分会 期间能不能见面这问题啊 不过最近中国媒体报道 习近平或仅以视频方式参加 就习近平已经说了他他不去啊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目前 尚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亲自出席 不过美国认为保持流畅的沟通管道很重要 这个事也没定啊 这一次今天透露通话 已经很清楚了啊 总体的框架 对于美国是否派前代表团 前往北京冬奥会 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参不参加冬奥会 政府出面 自身官员说 距离冬奥会还有一段时间 目前不讨论这方面的意见 两个人目前没讨论 讨论这个事 或者讨论了没公布 对不对 那么对于美国是否 参加冬奥会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特别的敏感啊 或许双方谈论了啊 这个恐怕还没最后决定 关于美方是否关注中国 可能向塔利班提供资金 该自身官员说 布林肯国务卿 已经与中国外长王毅数次通话 求是否承认塔利班政权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各国人员安全撤立的决议案 等议题进行讨论 这个官员说 美国将继续表达自己的看法 并了解中国的看法啊 这是今天这个美国之音报道的 这个大概的内容啊 总结一下就是他们两个人谈话 主要还是在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经济复苏 以及国际重大和地区问题上 进行这个合作和沟通的问题 主要讨论这个 这个对中共中美关系来讲啊 这是可以这样讲 是一个啊 比较这个善意的变化 但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那么你看中方怎么吹嘘的啊 中方的报道总是扔大热的啊 这个说习近平指出啊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困难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 世纪资本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 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新华社这篇文章都是给国内老百姓看的啊 这个 而且习近平又 这个讲了一句唐诗啊 山从水浮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过这次习近平没念大白字还不错啊 说中美自197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 这个习近平回顾了这个历程 然后阐述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中方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以致积极主动承担自身 国情相符的国籍责任 你看见没 这个意思 和我国情不相符我就不承担 是不是 这个 在彼此尊重核心关切 妥善管控分期的基础上 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 推进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 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 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内容 看来这段表述是对的 和美国之音这个印证 也就是说他们在气候的问题上同意合作 在疫情防控方面同意合作 在经济辅助方面也可以互相之间携手 那么还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也要什么就是保持一个底线 不至于马上打起来 那么新华社说 新华社转述拜登的话 假的这样讲 他说世界正经历着快速变化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如何互动 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看来这方面打正攻势了 近期不会发生战争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还承认一个中国 包括台湾问题 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 双方可能基层官员 底层官员还要进一步的沟通 实际上在这之前 王毅和布林肯已经通过电话了 确保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看来回到正轨他们共同努力 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 加强沟通合作 形成更多共识 估计下一步可能在气候合作方面 还要继续谈包括柯黎和谢振华 双方一致认为 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沟通 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 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 保持经常性联系 这样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 广泛对话 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这是中国和美国一方 我不带任何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 今天还来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